一聽到關鍵字 台下的小朋友便迫不及待 朝反派演員 扔出手上的番茄面球玩具 現場響起一片歡笑聲 也為實境互動兒童劇 帶來一波高潮 這裡是桃園兒童玩具圖書館 配合桃園兒童藝術節 但週末邀請到 如果兒童劇團 在戶外草行為表演兒童劇 加上肯定劇本設計的用心 演員動作的互動 也讓小朋友玩得十分開心 好看 好看 妳最喜歡什麼部分 站在那裡 為什麼 因為那邊丟來丟去很好玩 就大概了解一下還有其他國家 那其他國家的一些好玩的事情 還有番茄他們的 就是可以怎樣變化他們的料理之類的 還不錯 因為小朋友很小就看看玩玩這樣 那我覺得其實我對於如果兒童劇團 其實蠻感動的 因為我認為他們的演出啊 或是一些做法都是完全 以孩子為出發點 然後其實也會讓小孩子 可以融入在劇情裡面 然後有些正向正面的 教育意義這樣子 這齣人頭劇是根據西班牙 獨特的番茄節來發想的故事 透過演員與孩子間的互動 以及實地體驗人番茄的快感 不但傳達樂觀面對生活 種種挑戰的正向精神 也讓小朋友學習到一國節慶文化 劇團期盼無論大人小孩 在開完戲後都能獲得 慢慢的正能量 西班牙在八月的時候 每年八月都會有個番茄季 我們就是以這個故事做發想 來原創的一個番茄大戰的故事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故事 可以告訴大家 角色中的睿智 熱觀 聰明 那我們也希望可以讓各位 小朋友們 大朋友們 不管是爸爸媽媽 或者是小小孩 在遇到任何困難的時候 都可以運用你的智慧 或者是運用你的熱觀去解決 而不要只是垂頭喪氣的 因為往另外一個角度講 就會有不同的解決方法 有時是比起影片的單向播送 現場人與人之間的實際互動 不僅能傳遞人情溫度 更能創造影響深刻的回憶 官方期盼透過實際互動兒童劇 帶孩子們從玩樂中學習 達成寓教娛樂的目的 記者劉宇婷 桃園報道